40度的天气到底要穿什么来拯救我们的下半身 冰寺内裤我们先不聊 还得看看大家热情 那这一期先来分享一些非常适合这个夏天穿着的一些短裤 老规矩每件单品1到5分给出你们的分数 那我们不啰嗦马上开始 想要夏天穿着极致清凉 那我觉得面料是放在第一位的 像今年夏天我衬衫就特别喜欢穿这种泡泡沙材质的 至于短裤呢 我个人最推荐的材质就是颈纶或者锯子纤维 比如这条均绿色的Grammich短裤 它就是100%的颈纶材质 除了很薄很凉爽的优点之外 它的重量也是非常的轻 带去旅行简单一折放在包里完全没有负担 腰部松紧的设计实用性没得说 而且颜值也不够高 缺点就是价格可能稍微有点小贵 大家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折扣入手 上车下午给大家参考一波 1到5分可以打个分 评价选择当然也有给大家准备 那这一条来自Gast Station 同样是100%的颈纶材质 简单的纯色设计还是非常好搭配的 而且在两侧都有做隐形拉链的口袋 右边的裤腿部分用铜色系 做了一个花体质的刺绣 那这条裤子本身有非常多种的颜色选择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主持人家哥 我就选择这条非常骚气的紫色 同样来模上身展示 偶尔化化口味 尝试一下这种比较骚气的颜色也还不错 下一条是我夏天最爱穿的拼色短裤 来自Grab and Go 本身天气热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就是T恤短裤出门 那拼色单品可以说是最简单的 丰富你穿搭的方式 脏漆色和均绿色这两种颜色 也算是男生最容易搭配的两种颜色了 这条短裤的面料其实也比较讲究 它采用的是一个微弹的混绑面料 35%的紧轮主要是为了它快干和耐磨的特性 那3%的安伦也就是让这条裤子有一定的弹性 那穿起来也更加的舒适 虽然设计看起来比较简洁 但其实这条裤子非常的实用 正面的部分除了两侧的插头之外 还在拼色的交界部分做了隐形拉链的口袋 用来放一些钥匙或者AirPods之类的小件就非常合适了 而且分开两层的设计穿起来其实更加的舒服 背面拼色的部分同样是两个隐形拉链的口袋 腰部的部分采用的是这种带有尾夹的抽绳 那如果你有运动的需求的话 这种裤腰的设计就可以让它比较好的收紧 这条短裤还有一个黑色和灰色的拼色 但我个人还是更加喜欢这个藏青色和军绿色的拼色 同样也是给大家展示一波上升效果1-5分来打个分吧 下一条同样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夏天去穿着的一种类型 也就是西装短裤 那我手上这条来自Reminis 这条短裤的面料就比较特别 它近看是有一种胡椒盐的质感 实际构成主要是巨子纤维 人造丝和安伦的材质 虽然这条短裤比我前面就要三条都来的稍微要厚一些 但实际上升的感受还是比较凉爽的 相对来说厚一点的面料也给这条短裤带来了更加好的垂坠感 而且裤子前侧的打者设计穿起来的时候也会比较立体 从裤子前侧看它是一个固定腰围的设计 但实际上翻到背面它还是有做弹性的松紧的 所以相对来说这条短裤并不会那么挑身材 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上升效果 1-5分来打个分吧 最后一条要介绍的短裤来自Lucky Moon 那这条设计会比较偏机能一些 首先我们看腰部的部分 它其实是用了一个快拆的磁扣 像平常系腰带的话 我现在已经很少会去用皮带 我基本上都会选择一些磁扣的腰带 因为这种设计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裤子两侧的口袋也是做的非常的立体 而且它是从前侧一直延伸到了后侧 内部采用的这种网纱材质穿起来也会更加透气一些 这条军绿色比较适合我日常穿的风格 那如果你想再机能一点的话 这条裤子还有一个灰色配色我觉得也还不错 短裤的版型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 那同样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上升效果1-5分来打个分吧 OK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短裤分享 不知道这期分享的这些你们最喜欢哪一条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告诉我 其实我还买了很多其他材质的短裤 但是碍于时间关系这期先介绍这么多 那如果大家对于短裤这类单品很有需求的话 那我之后可以再出一期视频跟大家聊一聊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赞收藏转发支持一波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